老實講我真的沒有掙扎太久 我每次都很累 然後回到家也沒有辦法交換工作 傳遷在家寶婚變李妍錦首現身接分產內幕 已經過了那個最難過的時候吧 其實當時想的時候 我是想蠻蒼圓的 因為我不想要變成那種三明治主 就是老了養小孩 然後我老公還有前夫啦 我整個年紀都比我大 我到時候這樣之後 我覺得我以為要顧全家太累了 39歲李妍錦去年9月登記結婚 上月爆出其實早在1月離婚 結束不到5個月短命婚 還傳出離婚原因是前夫不堪負荷 每月要給30萬 甚至還多次遭家暴李妍錦露面全說了 所以是你提的吧 對不對 那你掙扎多久 老實講我真的沒有掙扎太久 我每次都很累 然後回到家也沒有辦法交換工作 好累喔 然後就 就碎死了 當他覺得沒什麼 因為他夠愛我 然後我就會覺得 這樣子好像 失去了一個 結婚的意義 就是我覺得繼續下去 兩個人會變得容易吵架 或是他就是 或是他會忍 對 但我覺得這樣不好不健康 他也年紀大也幫自己過好一點嘛 那你有後悔結這個婚嗎 沒有完全沒有 嗯 我覺得很開心就是 我有一個很棒的那個求婚的經驗 然後走過這段婚姻 我現在一把年紀了耶 真的沒有辦法再什麼夢想了 就是想想就好好怎麼養老好不好 好 經濟創後是 是 有負債嗎 還是 我今天就我貸款啊 我有房子啊 我有員工啊 你知道我員工是 每個月都很花錢 所以我沒有好好工作的話 就會虧錢 哈哈 幾個員工 七個 一個月出去 最少也要五六十萬吧 還要五十萬 我真是有夠樂觀的 那時候扯到錢的時候 那個前夫那邊有類似的那個 因為這樣不開心嗎 他還要給我錢耶 因為那時候在談離婚嘛 然後其他事不想離的嘛 然後那時候他就說 錢的事情就不用擔心了 他就說那他先揮一些錢給我 幾百萬這樣子 我說 不用啦 我說我都要跟你離婚了 我還拿你這個錢 算盡生出戶嗎 什麼都沒有 幹嘛幹嘛拿人家這個 房子也還沒 都是各自的 而且卵子現在是 妳是看到丸子想要卵子吧 上不了吧 因為離婚了 我實在不能用 我在備卵的時候啊 我會覺得我懷孕真的會很辛苦 體質變化很大 我奶頭都變黑了 沒有要問這麼detail 所以複合機率0 人生緣分嘛 很難講 現在身邊追求者有來的嗎 根本沒時間 你現在絕緣體了對不對 差不多了 可不可以只要露體就好 哈哈哈哈哈 我要當那個 小姐姐 永遠的小姐姐 現在皮膚狀況什麼的 很好很好 現在整個氣色是好的 走在路上都有 那大學生跟我搭訕了 小姐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